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曾经是日夜颠倒的浪子 现在却变成了超人气的牛肉面店老板 他的番茄牛肉面是用手撕的方式 先剥掉了牛番茄的外皮下汤去熬煮 然后这个牛肉馅饼又很扎实 这材食料吸引了老涛天天光顾 不过究竟是什么动力让他改变生活 浪子回头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手工牛肉面的故事 厘头先把它去掉 我剥掉之后要把皮划开 那是厘头先把它去划开 对 这样做出来会比较漂亮 它的皮不会浮在汤上面 你有研究过 对 汤汤番茄的前置作业经过考量 研究一年多 就是想做出一碗真材实料的蕃茄牛肉面 一天大概需要用到差不多20斤的蕃茄 20斤 对 所以就算招牌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烫这个蕃茄 然后皮会比较容易去掉 那大概烫30秒就可以 不用现成可以买到的蕃茄酱 宁可多花些力气功夫 煮出真的有蕃茄的蕃茄牛肉面 看着一颗颗漂亮红彤彤的蕃茄 在热水中翻滚 是对料理的坚持 所以刚开始我们搬来这边 生意量突然放大了 所以拨到手都肿起来了 我就一直问他说 我们是不是换一个方法 比较轻省一点的 然后他问了很多人其他的做法 也许用罐头的啦 或者用其他更省力的方法 但是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先生就很坚持要用这个方法 然后飞扬就把它写在作文里面 我觉得写的 让我觉得看了也很感动 结果老爸的煮牛肉面分豆室 还变成了儿子的作文内容 接着煮好的蕃茄倒成泥后 加进牛肉汤头里 蕃茄泥下去之后要用力搅拌 它才可以跟汤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一个是师傅做得很用心 第二个就是食材很道地 牛肉汤更是熬煮一整碗的清华 这锅牛肉高汤就是用花剑 然后事先牛骨汤 再加一些香料 事先一天去熬 要熬一天隔天才能用 再配合上那个蕃茄泥 再去大概煮一个小时左右 蕃茄牛肉面 我常常就喜欢吃它的那个蕃茄的 蕃茄就是自己用新鲜的蕃茄 弄碎以后 然后整个混进去 不是说就是平常的 有些就是拿个蕃茄酱这样做 吃得出来 吃得出来 感觉就料很丰富啊 然后汤很好喝啊 一般最好一天大概可以卖个 最多的大概300多碗面 我今天吃的是红油超熟面 然后它是整个吃起来是麻麻辣辣的 但是其实它麻不辣 然后不会觉得很腻 跟外面的不太一样 所以还蛮好吃 很有特色的也包括清水面 让饕客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加实鲜嫩的牛肉卷饼 也让顾客称赞 像我们做这个牛肉卷饼 这饼皮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四只饼皮在铁板上煎到蓬起 呈现焦黄色色后 现在接着我们要涂甜面酱 那这甜面酱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之所以希望自己做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做出自己的味道 花钱可以买到很多味道 这是你不要 对 但是自己做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大方地放上好几块牛肉片 加进葱卷起来 我们尽量把它卷扎实一点 吃的口感也会比较扎实 对 这就是我们的招牌 好吃的牛肉卷饼 现在说起牛肉面汤头 头头是道的庄德鸣 过去可是标准的夜猫族 但当时他晚起晚睡 不是为了工作 而是 不学无术嘛 就整天玩啊 晚上才出门啊 天亮才回来啊 喝酒啊 夜夜升歌嘛 生活没目标 浑浑噩噩四十年夜夜升歌 直到结婚生子后 其实他做了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那时候我儿子上小一的时候 因为他的生活就是 以前都是睡到大概五点 六点才起床傍晚 对 然后我的孩子那时候上小一 就是六点半要起床 结果爸爸每天六点半起床 做早餐给他吃 吃完再送他去上学 每天 几乎是 听老婆说着说着 坐在旁边的他 此时早就眼眶泛红 忍不住掉下男儿泪 过去 还继续吗 不要急 要等妈妈回来 对啊 其实老婆的女孩对着 对啊 原来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他惊觉自己是孩子的榜样 于是一切起了化学作用 人生逐渐转变 这样转变是很大的 从以前看不到太阳 到现在你早早要起床 就是过正常的生活 其实是比较好的 会比较有交代的 对你的下一代 对你的上一代 都是比较有交代 对自己也才交代的过去 你觉得你是孩子的不算 这是为人父母为孩子做的改变 改变是希望看见孩子能懂事 快乐地长大 天下父母星 天下父母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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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